下个视频把我完成了系列任务 被偷走的梦 这个视频我们来单刷古神星boss Gryll中尉和沃尔上尉 但在此之间 我们也要先将星图 开到他们所在的节点 首先是古神星的Palace节点 这是一个界面任务 消灭足够数量的敌人就可以完成任务 接下来是古神星的Bird节点 这是一个进阶任务 下面是黑点的解法 这里是Bird点的解法 这是Cird点的解法 接往吃力点完成任务 接下来是古神星的牛坡忘记点 从这里能通通管道 进入监狱内部 找到人质 将它解救出来 完全的将人质带到吃力点完成任务 下面我们就可以去单刷古神星的boss了 但在此之前 我们要先去冲雪库调整一下我们金战武器的费卡 将金战武器配置成病毒伤害加火伤害即可 从青图导航开始节点任务 跟着黄色二五蝶找到两个自杀目标 这里两个boss的打法在前面的视频中分别更详细的介绍 这里就不再重处了啊 不知道怎么打的朋友可以去我的主页 观看前面的视频 沃尔上尉的打法在新剧战甲兴起成功列的第四集 可六周围的打法在第22集 这的人物中 我们要先击杀沃尔上尉 再去击杀可六周围 击杀沃尔上尉 击杀完两个boss以后 请我绿色这里点关注任务